A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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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d now! This is the moment! 本周作為UFC-293的Q&A來賓之一 新人BNF Justin Gage 回答了很多觀眾想知道的問題 Jorge Masvidal做了講 如果他來的比賽還是有組織的沒有組織 我以为他能够返回来,他看起来,他看起来是240公斤 我会比较155公斤,我肯定他会比较170公斤 你喜欢一个新挑战在Islam,还是要有利益在Olivera? 我认为我喜欢Olivera,但我真的认为Makhachev会贏 我感到很高兴的新挑战,我肯定是很高兴 我会骗我,如果我并不想终于结束他的业务,让他能够再进去 Chandler现在会是第二个人,他选择战斗 我认为自己的说法,他会不会打我,简单而简单 UFC293即将开打,两位逐赛选手都完成过棒 但在经历残酷的减重后,Charles Riegeland的状况看起来不太好 甚至不得不提前结束访问 我只是想祝你好幸运,生活在这一刻 对我来说,我不想给你一个问题,因为我认为你感觉现在感觉 所以,请休息一下,Lora,如果你想问他什么,就去吧 我只是告诉Sean Goodloss,我让他去,那男人需要一瓶 那一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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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瓶 那一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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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瓶 那一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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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瓶 谢谢你们的男人,我来给你们准备,我来给你们准备,我来准备 好,再稍后的对视环节似乎调节回来一点了 好,再稍后的对视环节似乎调节回来一点了 谢谢你们准备,谢谢你们准备我所有的爱,谢谢 别想念他们,这不是关于我,是关于我们 我背后有一个很棒的队,很棒的国家,很棒的文化 很棒的国家,很棒的国家 但是,那一瓶,明天 飞了大半个地球,来到对方主场的Sean Strickland 在身材跟技术面都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以高赔率成为下狗 甚至黑龙的教练也说,如果这场比赛没有碾压就算是失败了 那么你各位对这场比赛是怎么预测的呢? 上个月用拳击打赢Nate Diaz的Jake Poe,日前在接受TMZ Sport采访时说 Nate Diaz拒绝了1000万美元的MMA重赛邀请 Nate Diaz拒绝了10万万美元的提供 所以他不是每个人都说他就是 因为我希望他在MMA战斗,做什么没有比赛的人 在他们的业务中,去到MMA MMA战斗的人都去比赛,但我希望去到MMA Nate Diaz拒绝了提供 不久后,Nate Diaz回了一张断头台照,说自己没在怕,但不想在PFL打 接着Jake Poe用影片回降,笑Diaz不懂做生意 还是乖乖回到UFC老爸那里去吧 本来以为这两人的MMA对战会很快被安排 但现在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格斗运动兴起,UFC面临越来越多竞争对手的挑战 最近UFC对其中一个品牌PFC发起了诉讼 原因是UFC官方认为PFCLocal的颜色与图案与UFC的相似 怕引起观众混淆,因此要求PFC做出改变 PFC的全名是枕头格斗冠军赛,Pillow Fighting Championship 顾名思义就是两位选手使用枕头来进行打击 比赛规则是选手手拿有绑带的枕头 进行三回合一回合90秒的打斗 通过对头部的打击或击倒对手来累积得分 PFC在去年1月举办的首场职业赛事 并在2023年登上了ESPN转播 尽管PFC的CEO认为UFC的指控很荒谬 但现在显然无法与UFC对抗 只能乖乖地做出调整以满足对方的要求 目前PFC先将logo颜色从红色改为橘色 上个月刚登上王座的Sugar Sean O'Malley 日前在《里面妹妹》节目中 被问到Merov是否该成为他下一位挑战者 Merov已经在他击倒影帝时就同时被击倒了 给 характер受到Merov held期天 也是同时被贬到相 Walking 战滚首次的一次 I said hey, Cheeto goes out there and win, I go out there and win, I'm fighting Cheeto for my first title defense, and that's what happened, I just, that's what's gonna happen next, in my eyes, that's what I want, but you know, at the end of the day, I'll go out there and knock out whoever they put in front of me. 接着Marab对蜜堂认为自己已经是手下败将的说法感到不解,并回闻说自己才是头号挑战者,而日前殷商放弃轻重量级冠军的Jamal Hill,则在访谈中认同Sean Miley选择跟Cheeto Vera打防卫战的想法,因为自己也有相同的经历,对Hill拿下冠军的时候,也想叫出唯一打败过他的Paul Craig来挑战他的冠军,让自己有复仇的机会,即使对方排名不是很高, Craig wins that fight, I don't think I'm sitting around, I don't think I'm sitting around seven months, alright, I think I'm getting that one back, so I understand that, so I understand that. 现在看来,UFC八成会推出Cheeto Vera来满足新冠军的要求,如果你各位来选的话,你希望Cheeto跟Marab谁来当第一个蜜堂的挑战者呢? 距离墨西哥独立日的大赛还有一个多星期,UFC正在尽力让大赛更有墨西哥的风情,因此总裁Dana White为当晚主赛的墨西哥冠军Alexagrezo特别定制了专属 腰带,满满的墨西哥风,子弹9的全民不要担心,这个奖励跟真正的金腰带无关,Alexagrezo还是必须面临强大的挑战,但无论输赢,小可爱都可以留着这条定制的。 另外,昨天Tyson Fury跟铁血的跨界拳击大赛也举办了首场新闻会,但这场比赛不是头衔战,Tyson Fury的重量级腰带不会放上台面,而WBC可能是想增加一些比赛张力,还是设计了一条以阿拉伯首都命名的Riyadh Champion腰带。 这条绿油油的腰带在网上评价不高,很多全民觉得浪费钱又没意义,又有人觉得WBC越搞越像WWE了,那么你各位喜欢这两条腰带的设计吗? 本周稍早时Conor McGregor从他的长级教练Jackabana手上拿到了巴西柔术的黑带。 这是Conor McGregor。 在接下了巴罗腰带之后,Conor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则十年前的po文,当时的他还是一位正在追求梦想的斗士,他希望自己能得到两条冠军腰带,一条巴西柔术黑带,一块名人堂牌匾,和2500万银行存款。 现在回看这则po文,Conor在短短的十年内就几乎达标,接下来只要他不做出上天害理的事情,进入明年堂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本周ES Board发布了UFC5游戏预告片,当中展示了一小段Conor与Chandler的正面对决。 消息指出,这游戏里可以玩到三个版本的Conor McGregor,玩家猜测分别是145磅时期,双冠王时期,跟现在。 而他本人也回应,虽然自己在游戏中有三种风格,但自时自重都只有一个Conor McGregor。 你各位有玩过UFC系列游戏吗?有玩过的会不会推荐入坑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